歡迎來到 Music 古典樂鬥知識的時間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音樂家是誰呢? 一起來歡迎本集主角 鋼琴之王 李斯特 當年李斯特巡演所到之處 藉由大量粉絲陷入歇斯底屋 瘋狂亂象被稱為李斯特狂熱 甚至被懷疑是種傳染病了 在他之前 從未有音樂家 能引發群眾尖叫 推擠甚至暈倒 染病一說 某程度也記錄了李斯特 當年畫時代的巨星魅力 李斯特有一頭瀟灑的飄逸長髮 許多粉絲都想索取一撮來收藏 但偶像頭髮有限量 粉絲需求太大量 李斯特只好弄來一隻毛色 跟自己髮色相似的寵物狗 剪下狗毛 幫忙滿足粉絲所求 這才避免光頭危機 老了也依舊髮量不減 李斯特曾跟一位個性火辣的舞者 蘿拉蒙特斯談過戀愛 後來為了甩掉她 竟把她反鎖在旅館裡 還預期她會發飆破壞房間 添預付賠償金給老闆 不甘罷休的蘿拉 後來闖入李斯特跟朋友的聚會 爬上桌熱舞後快閃 留下眾人尷尬傻眼 李斯特曾跟蕭邦感情深厚 還受託了蕭邦在巴黎公寓的鑰匙 沒想到李斯特卻利用公寓來優惠 對象偏偏還是蕭邦的友人兼金主 鋼琴製造商普利爾的鋼琴家妻子 瑪莉 此事讓蕭邦生氣又沮喪 兩人也從此疏遠 即便情史不斷 李斯特在法律上其實是一輩子單身的喔 她不是沒人要或不想婚 只是年輕時相戀的家教學生卡洛琳 被女方家反對 後來交往生子的大古伯爵夫人 又是已婚狀態 最後認真想結婚的維根斯坦公主 又受制於法律宗教繼承等問題 難以再嫁 李斯特於是終身未婚 加上兒子女兒又陸續過世 現在老年加入教會取得了神父身份 李斯特的華麗琴技很有破壞力 一場演奏會常常彈壞好幾台鋼琴 因此她彈不壞的鋼琴 讓人覺得品質特別有保證 也成為最佳宣傳 貝森朵夫與貝赫斯坦品牌的鋼琴 就曾因此出名 至今仍是琴界名牌 李斯特對教育跟培育後勁很熱心 有意識提到 李斯特曾發現有人為了音樂會票房 假冒成她的學生 不僅沒有生氣 反而實際指導一次對方的演奏 讓對方成為自己真正教過的學生 還願意親自在演奏會上彈一首 李斯特酗酒出了名 每天能喝掉一瓶以上的乾硬白蘭蒂 有時還多喝上兩瓶紅酒 李斯特也因為牙齒不好 常常只能吃軟飯 老年時喜歡蘆筍 就是因為蘆筍容易入口 不帶假牙也能食用 今天的Muzik古典樂豆知識分享 就到這裡囉 如果想知道更多音樂家冷知識 別忘記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